朋友们好,我是骑着单车从河南去往新疆的老二 他俩是跟着老二去新疆的元宝和六一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昨天晚上我们三个单身狗在这个桥栋里面睡觉 还是挺安静的 野生动物也没有来 又度过了一晚 朋友们,少吃东西,继续出发 加油 每天收拾东西也得一个小时 这个桥栋还是很稠 我觉得我的睡袋都是潮的 东西已经收拾好了,朋友们 我们三个单身狗准备出发了 给大家看一下桥栋对面的雪山 下面上坡 加油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又翻过了一座山 还有15公里就到箱上了 那个箱叫什么门市箱 不知道大不大 到箱上要买物资了 昨天都没买 今天天气好 朋友们 晴空万里的 头顶上没有乌云了 哇塞 终于遇到一个好天气 我们三个已经从门市箱出来了 朋友们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钟 刚在箱上吃了碗面 买了菜 买了水 买了零食 还买了点面包 花了我三百五十块大鸭 说话都传过来去了 前方又要进入无人区了 200公里没有卖吃的 200公里以后就到石泉河了 原本六一的小拖车 出毛病了 应该是他俩越来越重了 然后这个小拖车筋不住了 这个秤 看螺丝孔都变形了 来给他收拾一下 看能修好 修好了 朋友们 本来是在这前面两个螺丝眼 拧着了 然后我把它往后移了一下 移了一下 刚好把那个弯的地方 给他放到了这个中间的位置 这样就没事了 完美 继续出发 现在是下午的七点半 我们三个单身狗 还没有找到露营地 但是天还早 看西藏的太阳 还这么高呢 要是在老家的话 现在已经应该是天黑了吧 这边的天气 晚上十点半 差不多就黑透了 所以说是有时差的 有的朋友 说回报时间 哇塞 天还那么亮 其实这边 十点半才回的 现在是晚上的九点十分 我们三个单身狗到家了 朋友们 打了一个藏族老乡家的牛棚 不知道他人去哪里 等回来了再说吧 等回来给他讲一下 这个里面放的都是他们的杂物吧 看他干嘛 他在这接手呢 能解开不 柳一 你解开我就不帅你了 算你真能 做饭都已经拿出来了 朋友们 这是在门市乡 买了五个鸡腿 我们先把鸡腿给煮一下 晚上他们两个就吃鸡腿了 今天买了这么多蒜头 炒的蒜头吃吃 上次炒的蒜头还挺好吃 买了十个鸡蛋 这鸡蛋一块钱一个 五个 菜已经切好了 鸡蛋 蒜头 还买了六个馒头 一块钱一个馒头 鸡腿已经好了 我们开始炒菜 油 搞里头 鸡蛋 搞里头 蒜头 搞里头 哎呦 看我脸上了 鸡蛋 鸡蛋 搞里头 我们再放里三个馒头 刚好菜也熟了 馒头也热了 完美 盖上锅盖 菜还没熟 我们先把鸡腿弄一下 然后给它俩吃了 烧手 哇烧手 原本多吃点 六一少来一点 不愿意了 你小的啊 听话 小的少吃一点 不愿意了你 不愿意也不行 再搞个馒头 再来点狗粮 好 再来点鸡汤 这是你的 这是你的 是吧 吃完啊 干嘛干嘛 吃你的 我也开饭了 应该是透了 哇塞 嗯 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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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馒头溜的 炫的很 今天我们三个单身狗走了三十五公里 今天还是很幸运的找到了这个 牛棚吧 三宗老乡放杂物的 家里也没人 门都锁着呢 我就在这里借宿一晚 谢谢 不管是谁家的牛棚 谢谢 我发现过了 过了港人波期以后 这个天就晴了 不怎么下雨了 今天没下雨 不知道明天 明天看看吧 今天天气好的很 晴空万里 嗯 从这地方到四川河 应该还有180多公里 应该是没有卖菜的 卖啥的 又进入无人区了 朋友们 我买的菜应该是够的 但水肯定是不够 因为带不了那么多水 没水了 我们还喝河水 是不是吧 是不是六一 河水 河水 河水如果没有的话 你们俩就给我栏车要水 知道不 上次都是我去栏的 这次没水了 你俩去栏车要水 听到没有 要不然河水就没了 我们仨就只能嘎里面了 知道不 六一就是个干饭狗 看一下吧 认真听讲 知道不 来喝点水 喝点水有劲 明天了多要点水喝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